1月13日 保时捷 艺彩新 青年艺术角子作品展 亮相北京七九八艺术区越美术馆 本届展览以畅想未来为主题 汇聚了来自第七届保时捷艺彩新 艺术作品征集活动的佳作 向更多的社会公众和艺术专业人士 展示中国青年艺术才子的才华 保时捷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方志勇先生表示 很高兴看到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 通过这一项目 在自己的艺术成长之路上取得了切实的进步 这也是保时捷中国继续深入 推动青年艺术教育事业的补结动力 相较往年 第七届保时捷艺彩新艺术作品征集活动 得到了全面优化 获奖学生除奖金资助外 还将于2017年暑假 首邀前往德国著名的奥芬巴赫 造型艺术学院进行艺术深造 相信保时捷一彩新青年艺术爵子作品展 将成为他们追求艺术梦想的下一个起点 骷髅汽车北京报道